大家好這次月挑戰LV10 我個人推薦的隊長會是神創 這次月挑戰的場景特徑是葬氣 而神創的隊長可以直接無視葬氣 基本上這個場景敵技直接忽略掉 那今天打算用這一隊 以及應對的大概敵技我右邊也有註解 可以稍微瞄一下 回到影片這邊是故意提醒 開技扣血50%所以我開磨滅4倍增傷 然後轉好轉滿的傷害 我單開磨滅的傷害 只有打掉他一半的血量 所以這邊如果你要挑戰 最好帶一個常駐又或者是補開龍克 會比較推薦龍克 龍克現在隨便都有3倍的增傷 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然後這邊直接進入實戰 首先第一關沒什麼壓力 進場CD跳也不用洗技能 然後敵人是手銷全貨 可能稅累的位置要稍微留意一下 但其實你就算沒有一回合帶走他 他打你也不會死掉 整個關卡就是沒有壓力 再來帶走他之後來到第二條的血量 一樣沒有任何的壓力 只要手銷火石智就可以打他 然後剛剛卡珠確認有5顆火珠之後 我這邊是開磨滅增加傷害 反正磨滅技能真的不用省 而這關還有無屬級 但是神創的隊伍特性 他會追打無屬性攻擊 所以即使把卡還是能夠順利造成輸出 然後帶走他之後來到第二關 隱身盾直接開磨滅 以及手銷整版 我是直接開神創的技能 就可以手銷整版 然後直接帶走 那接著第三關 敵鼠以外的傷害會落攻 然後這邊我是直接開磨滅 4倍刀傷 其實傷害直接硬打就可以了 而且神創也會追打 然後再來下一關第四關 有兩條血量 第一條血量單開神創 然後都不用轉珠直接帶走 那第二條血量 多消減傷 三屬強化 以及光暗經銷 這邊直接開磨滅反手消 這樣才可以消光暗珠 那多消減傷怎麼辦 先開神創 會有固定版面 你像我這樣轉 影片這邊還算簡單 就是正常的333橫排 然後最後類似U轉的概念下來 直接隔開 這樣子 輕不輕鬆 非常的輕鬆 就可以直接帶走 然後再來來到第五關 這邊是懶得轉珠 直接開神創加磨滅 那反手消的部分 磨滅技能有無事 所以這邊直接帶走 那接著來到第二條血量 火30顆可以利用第二排 會掉落10顆火珠 慢慢的轉把它帶走 但前面因為技能開也蠻多次了 所以在這關也可以當作順便的洗EP 把技能洗回來 然後這邊快轉30顆達到EP剛好也洗完 之後就直接開刀傷的技能 直接帶走 但我刀傷是一開始就開了 反正就那個刀傷是費是藏住效果 等到你要輸出的時候 EP大概也又滿了 所以算可以提早開 然後再來最後一條血量 有移動步數的限制 但我單開神創的固定版面 就可以輕鬆帶走 如果這邊你沒有信心可以開磨滅又或者是火騎手 讓磨滅加減追打火屬性 其實傷害來講 應該就非常的足夠 再來第六關 直接開神創加磨滅的技能 然後固定版面 直接隨便轉放開 就可以帶走 然後第二條血量 它是弓前盾 如果你要集EP的話 可以稍微這邊認真轉 又或者是隨便轉一下 等它打你之後 再單開磨滅 就可以隨便轉 直接帶走 那接著來到第七關 是15數字盾 以及紅綠燈 那15數字盾 就轉半邊的版面 就可以輕鬆的達成 只是如果你不開磨滅的話 傷害是會有一點不夠的 所以這邊會建議補開一個磨滅的技能比較好 然後如果有開磨滅的情況之下 你轉半邊版面15COMBO 就可以輕鬆帶走這個敵人 那接著第二條血量 木騎手 30級盾 其實這邊你血量夠的話 是不會有任何的壓力 啊我這邊神創是必須要一直開來去補護盾 不然我的血量不夠會被打死 他的攻擊力是118000 那記得在轉的時候要木騎手 你才能夠打他 不然你是不會有攻擊次數的 那這邊其實也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就可以直接帶走他 然後再來第八關 毒龍這邊非常的微妙 他的攻擊是99999 剛好10萬護盾 可以扛兩下 但其實這邊靠死血 不需要靠護盾 也扛得住 不過這邊就看人 這邊沒什麼太大的壓力 但是這邊開始要把EP給回回來 如果你EP不夠的記得轉多一點來去回復你的EP 如果要說懶人包的話 就是後面一共還要再開4次神創的技能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他會自殘轉一轉 就會自動來到第九關 那第九關的話 首先開神創 其實這邊不用開神創也可以 但是你開神創 至少就不需要轉出 他是年斧加移動步數25到30之間 那神創有無視年斧 那這邊的話就是稍微來回入入到25到30步之間 就可以放開直接帶走他 接著下一條血量 點燃盾加1000億的血 大概就是要一兆的爆發 那這邊最簡單就是神創加磨滅的技能就可以了 不需要轉出輕鬆帶有他 最後來到王關有三條血量 第一條血無數強化 但是你開技能會扣25%的血 這邊就開神創加磨滅的技能 然後就可以直接帶走第一條血量 那第二條血量有一個腐化的火強化平圖盾 而神創他本身算是有無視平圖盾 那這邊一樣開神創加磨滅的技能 然後平圖盾直接無視隨便轉直接放開 然後再來就是影片一開始的最後一條血的部分 他是克屬以外會落空95% 所以其實可以磨滅火珠騎手 然後這邊有個重點 開技能會扣50%的血 所以當開磨滅就好 那我影片沒有火騎手 後來想想火騎手磨滅追打 那個效益比拉角色符石整版強化還要來得高 因為畢竟這關的敵人是克制屬性盾 所以用磨滅追打火屬性效果會更好 然後最後補開一個龍克 那傷害絕對就沒問題了 好那麼今天的攻略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想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通知 記得訂閱神魔之塔 觀光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再見囉